人类最大的痛苦呢 就是这个禽子 禽子的是最痛苦的 这个物体呢 我们可以花钱买得到 这个人呢 你不能花钱去买 它是变化的 刚才说了吗 这个你所执着的东西 它的任何的变化 都会给你带来痛苦 其他的生命它也是 你看 我们所执着的东西 它是任何的演变 住在我们的虚弱而来 所以说世界人的感情 是很痛苦的 经常因为一位为情而死 为情而杀人 为情而自杀的人 每天都有好多好多 这个地域上 每天都有为情而杀别人 或者为情而自杀的人 所以有非常多 你看到了要杀人的地步 或者自杀的地步 你知道也有多苦 那还没到那个程度 每天也有很多 那就更多了 就是因为情伤到伤心 心被伤到了以后 就变得肿大了 那变大了 就刚才说的肿了 心都肿起来了 会呀 你们被伤过的人 你就会知道 你们被伤过 伤了那个心 马上就肿起来 是的 很难受的 很难受的 这个伤心被刀刺了一样 刀刺过去还痛 因为掌控不了的 因为人都在变 人和人的缘分 也都在变化当中 缘都在变 物也是 物体呢 还好一点 物体它怪了 你可以买过一个 是吧 杯子摔坏了 买过一个 人呢 他是无法把握 中国人的感情 都是很痛苦的 占有欲太强 机房呢 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也 现在也越来越自主 就是说 人和人是一个缘嘛 大家都是一个朋友 就是本来就是 建立在一个朋友的关系上 互相要祝福 互相要 希望对方能够开心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 就跟任何人交往的话 你不管任何人 你都会不会那么痛苦 或者的话 你要是想 再有任何一个东西 那都是非常痛苦的 你执着了以后 你的虚弱哀乐 就是完全 无法把握 无法掌控 因为谁都不可能不变 谁能不变呢 那不变的就不是人 那是吧 都不可能的事情 对啊 任何东西都是抓不住的 特别是人的心 是更加是无常 最无常 人世间最无常的就是心 最无常的是我们的心念 其他的东西还相似相续 我们的心念真的 连相似相续都找不到了 刹那就不一样 前一念还贪主 贪爱 后一念就可能就成恨 我们那个凡夫 他就是总的觉得 你看这个多美好啊 是吧 你看你们这些无能的人 自己得不到 还说我们痛苦 明明我们很幸福 是不是这样 凡夫就是这样想的 但是呢 你所贪爱的东西呢 在别人眼里 并不一定好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 是吧 你看一个人 看上一个人了 哎呀 死去活来的爱的 但是在我们眼里 哎呀 看都不想看了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是不是呢 所以说 并不是个东西真的好 而是你自己痴迷了 你喜欢了 就像那个喜欢玩古董的人一样 拿个破罐子 觉得好都不得了 爱如至宝 但我们看来 就是个破罐子 破罐子破摔 我们就 就是这样 分钱不值的东西 在他手里可以 他还可以卖一两个 好几个亿 还有人买 什么古董啊 古什么董啊 说 你所觉得好的东西 在别人眼里 就是分钱不值 狗屎都不如 都有还钱可能 所以说 你要想明白 不是那个东西可爱 而是你自己的贪欲心 在做怪 知道吗 但众生 迷在里面的时候 他觉得很好 他要满足这个贪欲 这个贪欲呢 是你过去是 无时间来熏出来的呀 你的业 你的贪爱的习气 贪爱的这个执着 并不是 本来就有的 是你后天培养出来的 一世一世的培养出来的 一世一世的熏出来的 这个我们看清楚了 你要知道 这是你自己的 你认为好的东西 就像那猴子 老月亮一样 觉得很好一样 看众生都是一样的 他不会觉得 你人类有多伟大 好像了不起 都一样 因为他看到你的过去 看到你的未来 看到你现在 可能他还觉得 你做人还不如做动物 就像我们看的 有很多人真的不如动物 禽兽不如 是吧 是禽兽不如 为什么呢 他苦 他造业 他造的业 他痛苦 他那个禽兽 没有这个痛苦 那你这么痛苦 你不是禽兽不如 人类有很多痛苦的自杀 我没有看到 什么动物 吃了痛苦的自杀 那就多苦 很多人痛苦的自杀 打仗 杀的 人和人之间 这样互相残杀的 动物之间 不会这样的 猴子之间 最多打一架 就算了 低头 你当王吧 我就退位了 最多就打一架 打输了就算了 不像人类 非拔的你灭了不可 反正碎尸万段